唐大叔,为什么我的木马人四驱的时候转弯怪怪的呀? 唐大叔,这个木马人有一个像手刹挡一样那个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该怎么用啊? 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最近温哥华这个天气特别的反常 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冰雪,一会儿下雪的 然后唐大叔就有一些朋友,包括一些客户 他就说,我这个木马人四驱也没怎么用过 用的时候怎么转弯怪怪的呢? 然后还有什么上面写的2H,4H这种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怎么用 对吧,唐大叔给大家说一说 所以我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好像大家这一块,包括唐大叔自己 其实过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这个东西四驱怎么用 然后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吧 好不好,Let's go 现在面前,大家我开的是一个手动挡 这个和自动手动都一样的 会发现在这个挡位旁边有一个 就有人说像个手刹车一样,这是什么东西 它上面有2H,两驱高速,四驱高速,空挡 还有一个四驱低速 这几个平时木马人是两驱后驱的 两驱高速80%的情况 像前一阵子下雪的一到了自己家小区 转弯进去之后发现有结冰 结冰上面又铺了一层雪的那种情况 我们就应该用四驱了 或者说用四驱的时候车子就会稳定性非常好 用唐大叔自己话说车会像扭屁股一样 它就把车不断的平衡,然后开起来很爽 那一般下雪的时候你发现木马人就开的比别人快一点 也比较爽一点 anyways,现在我已经把它放在其实4H 就是四驱高速了 那跟大家讲一下四驱高速 同时是四个轮子每个25%的动力 那遇到哪个打化 刚刚说的会自动的做一些调整 N档也可以调 N档的话现在很多车 如果你出去旅行 平拖的车并不是很好用 因为很麻烦 要不然就很难拖 那木马人的话放到空档的时候 车本身会把一些机械的东西解开 解锁一样 这样你去拖的时候 这个车不会磨损部件 第二里数不会增加 最后低速四驱就是我们去越野时候用 如果你是卢比肯的话 低速四驱里面你其实就可以用那些锁了 大概是这样子 首先当你换到四驱的时候 这里会有一个小黄灯 看到没有小小的4HD 自动挡的时候你可能会放在低挡 就是驾驶挡 手动挡的话没所谓 你可以在挡位里面 对吧 现在我就调到两驱了 这个标志不见了 再调成四驱它又亮了 这个时候随时换 一般来讲在公里数 说明书上说是50mile 就是65公里以下可以调 我唐大叔一般的原则就是越慢越好 或者50公里左右这种速度 而不要太快越慢越好 第二这个时候一转弯小区我先转个弯 这个我刚刚开场时候说的 如果你是在四驱模式干的路上 因为这个物理的关系 它前面的轮子一起在转的时候 转弯这边 假如我现在右边转 如果四驱情况下一起转这个轮子 它右边的前轮子半径会小 所以转弯会怪怪的 这样的话非常不推荐干路的时候这样用 会对车很不好 但如果现在我一转弯过来 小区发现前面路况变了 第一个动作 我拉这个挡直接往下拉一挡 第二灯亮了 现在已经四驱模式 我就可以往前开了 现在又到了这种情况了 同样到50公里以下我一推 大家听到我又换回到两驱了 这样的话我不影响转弯什么 一般雨天都不需要用到四驱的 完全用不到的 就是一般来讲泥沙雪的时候 你就换四驱用 现在我们就对吧 假设性的这样子 当然如果是越野的时候也是同样道理 现在好了 假如说我们越野来到一个地方 路况非常的难走 我该怎么办 其实一般也推荐在行驶过程中来换低速 但是大家要注意在两三公里 这种非常慢的速度 现在我现在就是很慢 这样我第一换到 换到现在四驱了 高速小黄灯又亮了 我拉下来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放在空档 车还在滑动对吧 放到空档的时候 再这样一气呵成的 大家听到声音了吧 看到我的动作 因为车子在动的时候 现在我再换到一档走 把左脚的离合放开 现在已经低速四驱了 车子在一点点行驶过程中 这样子它齿轮也在慢慢的在动 这样子换成低速四驱容易成功 一下子就换进挡位了 大家可能听不到 但现在速度非常慢 扭力非常大的 这也是低速四驱爬山 爬一些石头或者越野石头的好处 我现在换回来怎么办 我现在车也非常慢 换到空档 我现在一路就换回到两驱了 再入挡位 我就回来了 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块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的话我跟大家讲了一下 再重新回顾一下 第一的话两驱高速2H换到四驱高速 在50公里左右或者以下 其实官方说65的越慢越好了 当然换出来的时候一样 两驱和四驱 只要这个速度里面随便可以换 接着说从四驱高速换到四驱低速 或者空档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车一点点在动 两到三公里这样子 很慢的在滑行的时候 把车放到空档 手动档也好 自动档也好 然后快速的把它换回到 迪速四驱 先往右边拉一下 往下一拉 这样子换进来 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换回到空档 也是这个速度 所以今天简单跟大家讲讲这个 如果讲的不清楚 唐大叔 大家有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问大叔 好的 今天就先聊到这了 如果还没订阅唐大叔频道 记得赶快订阅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而且接下来唐大叔 包括这个和其他的这种 GPOW2的 就是怎么使用吉普的这类型视频 也推荐大家跟朋友分享 因为我觉得很多已经在用吉普的 因为就很多人问我 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已经吉普开了很久了 结果两岁四驱还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我一下意识到 因为我当时自己也花了些时间去研究这个 那后来发现很多人不太清楚这个 那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跟大家记得分享 那当然了 如果你是在温村附近 或者是在这个加拿大西部的话 想要买车呢 都可以找唐大叔 那加我微信就可以了 广告就不多说了 老规矩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 我是白神木耀人唐大叔 下次再见了 拜拜